我姑娘 我是你男人 你是我媳妇 你不是我男人 我也不是你媳妇 你给我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影两分半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少女被人拐卖 最后还帮男人坑网友的故事 小丽在一个小黑屋里醒来 眼前是一个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男人 她说我叫狗蛋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男人了 小丽一脸懵逼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仔细一回想 原来自己是去见炮友 哦不对 是网友 本以为是帅气幽默的猛男 可谁知一见面 却是个五大三出的潘金莲 然后他就被灌晕了 卖到了这里来 男人说你要乖乖的 留下一碗水就走了 小丽开始查看地形 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小屋 周围啥玩意儿都没有 大声喊也没用 看起来这是个深山老林 接着男人他妈来给小丽送饭 就劝小丽 这种事啊 俺是过来人 你要习惯 你可是俺们花了三百块买回来的 小丽一听 我他妈一晚上都不值这个价了 就说你放我走 我给你三万 小丽说我还要考研究生呢 这老太太一听 多少钱都比不上传宗接代啊 就说你就别研究了 直接生吧 然后晚上狗蛋就猴急猴急的 要和小丽研究生 小丽的力气虽小 牙口还是不错的 这狗蛋愣是没捞到什么便宜 接着小丽在吃饭的时候 偷偷藏了一把勺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小丽用勺子撬开了窗户 狗蛋追啊追扯掉了小丽披着的床单 游戏原味床单 我靠好大的胡臭味 狗蛋瞬间怒气直爆表 一招射朗普时抓住了小丽 小丽被用狗链拴在了猪圈里 想不到你居然是这样的狗蛋 还懂SM这种高级玩法 狗蛋他妈也想玩些刺激的 于是拿着小木棍一阵猛抽啊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棍子硬 想不到大妈也是个有内涵的人啊 狗蛋在一边早就按捺不住了 想要验证一下他妈的话 接着狗蛋他妈知招的 要想女人听你话 就得让他生个娃 于是这狗蛋就积极贯彻他妈的方针 一天恨不得挂在小丽身上 终于小丽怀上了娃 然后小丽带着狗链生了个儿子 有了孩子以后 这小丽就妥协了 狗蛋说要给你做个记号 这样你才能乖乖的 于是就给小丽脸上盖了个章 转眼孩子就长大了 一天小丽一个不注意 孩子掉进井里淹死了 然后这小丽精神就有些不正常了 去检查 医生说由于小丽投胎生育环境差 子宫病变 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这狗蛋他妈可忍不了 要再买一个媳妇 但这人番子说了 媳妇现在涨价了 要一万块一个 他们买不起了 于是小丽就说 他可以给狗蛋找个媳妇 生了孩子 他要当孩子他妈 接着小丽就骗了一个网友小美到狗蛋家 狗蛋躲在后面 用他的大棍子敲晕了小美 终于有新鲜货了 在哄小美喝迷药失败后 狗蛋就说 死鱼多没意思 我就喜欢活蹦乱跳的 狗蛋这兴趣还真是多变 但小美这兴致比较刚烈 狗蛋完事后 他就自杀了 狗蛋和小丽 偷偷把小美埋在了郊外 接着小丽就开始产生各种幻觉 最后拿着斧头 先是剁了狗蛋他妈 狗蛋听到声音赶过来 小丽抡起斧头 轻松拿了个双杀 人番子这时候跑过来说 有个打折的媳妇 问他们要不要 小丽躲在草丛里 先是一个控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网友见面徐谨慎 因为你见到的可能不是人 孤得来